哈喽,大家好,12月17日我们又看到了一则有关于不法救劳助长罪被书类送检的新闻,然后这一次涉及到的公司呢,特别的大,成立时间呢,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,名字叫做中村屋,很多在日本的朋友应该呢,都有听过或者是有去光顾过,这一次的案件呢,涉及到的这个派遣公司呢,派遣中介呢,也是叫这个安多米莱子。 上次有一个视频也是提到就是派遣被逮捕的一个新闻嘛,当时提到的也是这个公司,可见日本在调查这一类事件的时候,它真的是会顺藤摸瓜的,就是如果说这个派遣公司出现了问题,那么肯定这个如果管理局也好,它肯定是会顺藤摸瓜的一直摸下去。 上次呢,也是就是这个派遣公司呢,也是一样哈,就是把这个写着,比如说签证申请资料上面写的是翻译类的这类的工作内容的,这些外国人呢,派到了这个奇遇的这个工厂里面去工作。 这次呢,也是一样的,也是就是把这些,把外国人呢,就是嗯,就是技术人文,这是国际业务签证嘛,他是有这个工作的范围的嘛。 然后呢,就给他派到这个,嗯,刚才说的中村屋的,他的一个工厂里面去工作了。 然后,呃,听说呢,就是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三年的时间里面呢,公司呢,呃,这个公司呢,支付给这个派遣公司呢,大概有2700万日元的一个报酬。 所以啊,可见哈,派遣这一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。 也就是说,咱们常常说的,就是说,不法就劳啊,一般出现问题的都是派遣。 因为,就是说,你签证申请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,你去一个派遣公司,就是被派到那边去的时候,也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。 如果是做单,单纯劳动的话,就会被认为是不法就劳。 如果是公司那边的,呃,对于公司那边的话,就叫做不法就劳助长罪。 不管是个人也好,还是公司也好,还是这个派遣公司也好,都有可能会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。 所以啊,不管是我们个人也好,就是去找工作哈,最好还是找这个正社员方面的,找一个正规的公司。 企业呢也是一样的,就是说,很多企业就是说,如果小一点的企业还好,它可能就是这个人员可能就会可以安排的过来。 但是往往就是这类大的企业哈,比如说,呃,人需要50人以上,然后他可能真的一下子没有那么多的人员,他可能就会考虑去用这个派遣的人员。 在这种情况下,真的是提醒,提醒各位,就是包括人士也好,还是个人也好,真的要小心哈。 尤其是这个,关于这个雇佣外国人这块好,其实是会涉及到很多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的。 如果说对这方面的问题,如果有什么想要具体的一些了解的话,也可以来我们这边的工作说明会啊,来我们这边详细的了解。 呃,外国人呢,由我们呃,外国人来对应,都是有母母语对应的,各个国家的语言都有。 如果是企业的话呢,也会有这个日本人对应的,我们呢,都是非常专业的,就是关于签证方面啊,关于这块法律的这个政策方面啊,都是非常的详细的。 呃,所以大家可以可以放心的过来我们这边咨询。 好的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拜拜。